哈囉各位模型家們大家好 我是PTN最喜歡模型阿夜 我們今天來個短的開箱 沒有錯喔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Option Podset裡面的03跟04 那02呢 02我可能要去找一下 應該是箭砲裝吧 攻擊箭砲裝 那這個03跟04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這個手 手型啊 有三種尺寸 然後一盒是這種方形鋼彈手 吉姆手 那一盒是這個 薩克手 或是 100的比較大的這個就是 沙薩匕首 就是 機體的尺寸比較大的也可以用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吧 這應該是全新的吧 這應該是全新的 總共有幾根啊 幾根手指頭 我們其實不用在意有幾根手指頭 但是我們比較在意的應該是 有幾個 有幾組啦 欸其實我剛剛看到了一個重點 等一下我們看完說明書 要跟大家講 基本上有這個手型啊 你就可以彌補你做那個 有時候 少一個開掌手的這個窘境 好不好 然後呢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這個是舊的嗎 這是舊的嗎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個框架長的 長的跟以前的不太一樣 它這邊是寫2016耶 所以真的是舊套劍喔 哇我以為是新的 但是你說那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好像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一次附兩組耶 也就是兩個框架是Double的 所以 買一盒應該可以用很多 應該可以用很久啦 那顯然大概就是 那顯然大概就是 這樣有幾對手啊 還蠻多的 有這麼多 就這麼多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方形的部分 看一下喔 這也是2016的嗎 這是2015的 欸 欸 為什麼我一直印象中 怎麼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啊 雖然它是寫說是舊的 啊我知道了 因為之前我買的都是那個 淺灰色的嘛 這次直接給這個顏色 有那麼一點 欸好像沒看過的感覺 它其實是一樣的吧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說明書的部分 這個是方形的 一個是角形 一個是 圓形 圓形 圓形就是圓形 腳形就是方形嘛 OK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擴充套件的轉開箱 那如果想看阿燕開合更多模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那也別忘了留個言 或是按個讚 分享給你喜歡鋼彈模型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一回的 模型影片見 下一回的模型實況見喔 掰掰